好 在今年景气低迷 台铁打造了豪华三排的座椅环岛之星观光列车 包租案是乏人问津 不过现在随着景气复苏了 第五度车厢的包租案总算是绝标 台铁表示说最近将会跟得标的厂商来签约 豪华火车旅游最快在下个月底 也就是三月底就会重出江湖 原本这个是最顶级的火车 少了业者经营包装 那么五星级的精致餐点跟下午茶没了 那么穿着原住民服饰的年轻随车小姐也消失 重新出发的环岛之星呢 包括了有精致的餐点 早中晚餐还有笑茶都将会全面的恢复